成功人士,99个领导细节 第17课,做一个正直的领导 人类试过群体生活的,每一个个体的努力都会影响到社会的进步 每一个人的身心健康也是社会康乐的基石 个体与社会具有修其与共的密切关系 这是人类的一项特质,领导该如何发挥这项特质呢? 首先必须认识身为万物之灵的神圣 并仔细而冷静地观察事物的真相 培养判断与应变的智慧 同时,彻底思考并了解做领导的价值与真谛 不断鞭策自己朝向全人类的福祉 而为了充分发挥人类修其与共的这项特质 就要做个正直的领导 以公正无私的胸襟来实现做领导的真实意义 孔子高度评价正直的行为 他说,领导在于正直,不正直的领导也可以生存 那是他侥幸的免于祸害 领导应该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 放在邪恶的人之上 这样,老百姓才会安定 魏国大夫子瑜是一位正直的官员 当时,奸人弥子侠为魏林公所重用 子瑜多次证监部的国 临死前,子瑜叫儿子不要再正式为他办丧事 以此为师鉴 希望魏林公斥退弥子侠而任用瞿博裕 这样为道义而敢于发表和坚持自己的观点 是最难得的 另外,按原则办事 不逊私情 不私下请托 也是正直品格的表现 狄仁杰曾任唐高宗李治时的大理成 一次,有两个五官物侃昭灵 李世明灵目的摆述 按律应削之为明 而唐高宗意气用事 下令将二人斩首 狄仁杰认为 二人所犯不是死罪 不该杀头 李治十分恼火 敌人杰反驳说 犯言直见 自古以来认为很难 臣以为 如果遇到下劫 伤咒那样的暴君 自然很难 但若遇上唐瑶舜那样的贤君 其实很容易 现在 按照法律来说 二人并未犯下死罪 陛下却下令斩首 这是使大唐法令失信于天下 如果因一棵百树 而杀害两名武官 后代 将如何看待陛下 臣所以不敢接受这样的命令 是担心使陛下陷于不道的境地 高宗听了 冷静下来 认为敌人杰言之有理 于是收回成命 同意按法令 将两名武官削之为明 流放到岭南 过了几天 高宗提升敌人杰为 事与史 北宋时 前若水任同舟观察推官 正值依附护家女奴失踪 女奴双亲上宿之舟 之舟命陆氏参军审礼 该陆氏参军 曾向父户借钱而不得 怀恨在心 于是借此之机捏造罪名 诬陷父家父子庶人 共杀女奴 而沉湿水底 遂失其失而不得 理当处死 父户不堪严刑拷打之苦 只得屈打成招 之舟赴宴 皆以为时 欲以证据确凿而结案 唯独钱若水 不为现象所迷惑 他吩咐暂时不要结案 暗地里派人四处寻访女奴 时间后 找到了女奴 父户父子得以释放 当父户父子前去拜谢时 钱若水竟闭门不见 且移工于芝州 把自己摆在局外人之列 芝州欲向朝廷奏报 钱若水之功 他也不接受 在他看来 为官绝欲但求欲是正 人不冤死 而论功求赏 则非其本心 宋太宗得知钱若水 如此贤能 于是受其为疏密赴使 钱若水身居高位 依然不改当年正直作风 不该接受就不接受 古人说 事患而至将相 为人情之所容 每一位领导 莫不希望自己有一天 飞黄腾达 威名远扬 财员滚滚来 然而 说这句话的人 可能不知道这个道理 追求名利 是耻辱之根源 毕竟 只有懂得自我修养的人 才能够保住他的荣誉 受到众人的爱戴 不懂得自我修养的人 即使他有高官名贤 最后还是会招来耻辱 招人唾弃 一个懂得自我修养的人 他为人清廉 忠诚于事业 处事正直 对下谦虚 因此 他很自然地 能获得良好名声 以及世人的肯定 而且 就算是他不要这份荣誉 荣誉还是会紧随着他 一个不懂得自我修养的人 他追求名利 不守本分 贪得无厌 不知道寄取失败的教训 不顾别人的利益 所以 这种人必然恶名昭彰 为世人所唾弃 这种人 要想避免羞辱 也是不可能的 以莲为本 是我国封建时代 清官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物欲横流的封建官场上 要保持个人洁身自好 已属不易 而要制行修杰 聚会速贪 不以权谋私 更是难能可贵 他们有的为官 以不贪为宝 甘于淡薄 有的连结无私 开一代新风 有的清廉惠明 与腐朽官风 做斗争 这些 无不体现出 优秀的品质和才干 春秋时 宋国有人获得一块美玉 思虑再三 献给上大夫子涵 遭子涵拒绝 献狱者以为子涵 是怕保育有假 而受蒙蔽 便强调说 已请治愈的专家 做过鉴定 却是稀释美玉 子涵说 我以不贪为宝 你以保育为宝 我若接受了你的保育 咱俩就失去了 最可贵的东西 子涵不贪为宝的行为 因此成为全社会洪范的道德精神 东汉名臣杨震 才高学觉 识人欲为关西孔子 他为官清正连结 不受私请 曾官至司徒 太尉 杨震调任东来太守时 途经昌义陷境 此前为杨震所举秀才的昌义县令王密 一直想报答杨震的剑举之情 这天夜里 他特地前往驿站拜夜谢恩 为略表酬谢之意 王密按挟黄金石金 单独造访 杨震对此颇感不快 我知道你的为人 你却为何不了解我的秉性 王密说 您放心 这么晚了 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杨震回答说 天知 地知 你知 我知 你怎么会说 没有人知道呢 听了这番话 王密颇感羞愧难当 只好歉疚地收礼 告辞而去 杨震为官一生清廉 年老后 亲朋好友 劝他为子孙置办产业 造福后代 杨震不为所动 且说 时候是称他们为清白立子孙 以此遗留给他们 不是更加丰厚吗 清风两袖朝天去 免得驴言话短长 粉身碎骨魂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是领导者 劫己客情 秦操不渝的最真实写照 许多领导最后失败了 无不败在失去了 劫操 失去了正气 一个人想培养 清风亮节的秦操 首先要做到 如果不是我的 虽是一毫也不取 子罕和杨震 不贪 不取 就在于 有清风亮节的秦操 宋灵冲任何山之县时 有清廉的美名 离职检查行李时 发现包里有一块燕池 他看了看说 这不是我上任时 带来的物品 命人送回衙门 包拯围观也十分清廉 他离任端舟时 只身而行 百姓过意不去 特地送他一块 当地特产的端燕 包拯发现后 投入湖中 据说不久 落雁处出现一座沙舟 人称莫雁沙 并有人刻施在日 新延朗辉光山海 燕主清风波古今 这不正是如果不是我的 随时一毫也不取吗 治理百姓的官员 古代称之为父母官 父母官的职责 是为人民服务 而不是其在人民脖子上 作威作福 暴脸民财 宋代张之财 离任阳城之县 在汤妙作诗说 一官来此四金春 不愧苍天不愧明 神道有灵因信我 去时有四道食品 扣准出入宰相职位三十年 不肯为家人建造一间私房 厨师未也称赞他 做官居在高位处 却无地方起楼台 这就是清官的高风亮节 宋高宗曾经询问杨仪说 你连接的名声很高 有人说你在闽中 围官时不领俸禄 是真的吗 杨仪回答说 我因为贫穷才做官 怎么会不领俸禄呢 但是不该接受的就不敢接受 高宗感叹地说 如果朝中大臣都像你这样 国家何仇不富强 天下何仇不太平 请不吝点赞他